如果我们要做国内的自媒体的话 其实调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除了我们在这个抖音 视频号里面搜索以外 其实可以通过 这个 自己跳动 推出的这个工具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调研 比如说我们这里输入我们的 关键词 然后这里点搜索以后的话 这里就会有这个搜索指数出来 那这里可以看到 每一个时间段它的搜索量 那这里这个板块的话 实际上就是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板块 那从这个图里 我们可以看出三个板块 第一个是内容 第二个是传播 第三个是搜索 那内容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话 它的分数比较小 说明其实这个关键词下面 做内容的人 其实相对偏少的 那么这个传播分的话 它就代表着 它的传播其实是比较大的 然后这个搜索 也是比较OK的 那这个图就给我们一个 什么样的信息呢 就是这个谷歌广告 这个关键词的内容 是偏少的 而且搜索 是偏多的 然后传播的几率 其实是比较大的 所以就告诉我们 这样一个道理 就是那我们可以围绕着 这个谷歌广告 做大量的内容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能有大量的传播 和获得大量的搜索 那我们点这个关联分析的话 就可以看到 这些相关的词 那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的主关键词 再结合这些小红点 或者小绿点 一起结合起来做内容 那这个红色的小底的话 就代表着这个搜索趋势 它是在增加的 然后绿色的是在下降的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怎么做呢 比如说谷歌广告关键词 这个指数它是在上升的 那我们可以多做一些 然后这个落地页 它也是在上升的 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 这个广告组 也是可以做一做 然后带头啊 数据分析的方法啊 这些 只要是你看到红色的 这些东西 我们都可以拿来做一做 那这边你看 它还有一些相关的任务搜索 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记录下来 作为我们做内容的参考 然后企业账户啊 这些 这些都可以 然后这里的话 还有个内容关联词 同样的道理 它就是一个上升一个下降 那这边的话 你看这个大黄色的广告素材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呀 谷歌广告 广告素材如何优化呀 谷歌广告 广告投放如何落地 这些都是可以的 所以你根本就不会缺少素材 我们就通过这个 内部的工具 这个巨量算数这个工具 就可以找到很多主题了 通过这些 有收索量的 我们去 倒推着去做内容 就会 好很多 就比我们自己去想 要好很多 那这边的话就是人群画像 那这个图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信息呢 就是 如果我们做了内容的话 那我们要去投 投这个广告 比如说投抖家的话 那我们选的地方 就是要根据这个板块去投了 比如说这个男性 占比了80% 那我们首选就是男性了 那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出 真正关心谷歌广告的人 他就是24到30 31到40 这个范围的受众 那女性也是偏少的 那这里 广东 山东 浙江这些 指数比较高 那做内容的话 我们就 主要关注这个关键词 和这个关联分析 这一板块 还有这个内容关联词 通过这里的数据 我们去做内容 应该就会比 我们自己做要好很多了 可以直接把这些烤 烤下来 那这里关键词排名 大家可以看一下 直接点这边 它就出来了很多了 我们就去按照这个 这个他推荐的东西 我们去做内容 这样就会好很多 好吧 现在 这个关于怎么去调研我们的内容 那就像在这里吧 就像在这里吧